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現在是晚上10時 這隻是豬仔今天的壓軸影片推介 是一隻巨人盾牌 這隻手錶是有朵的 叫做巨人盾牌 為甚麼呢 因為它是一隻舊裝午仔盾牌 再加上了大錶徑 所以叫做巨人盾牌 今天跟錶迷討論到 一些舊裝精工午仔 去到42M或以上的標徑 其實真的比較少見 這隻就去到43M的標徑 屬於大標徑 當時來講舊裝午仔 以前都是流行38M、39M、40M之內 這隻就是一隻43M大標徑的舊裝午仔 如果你一直都在找舊裝午仔 大直徑的喜歡 大隻一點的話 這隻就可能適合你了 它採用了這個7S36的機心 23寫 升旗加日力槍的佈局 你看到放在3點位置 做了黑底白字 潛水錶的外形 寫著SEIKO 5Sport 一隻盾牌的午仔Sport 最大的賣點除了大標徑之外 就是在Bassel圈那裡 看不看到Bassel圈的設計很獨特 你看到12點位置 踏耳的位置 即10分、20分、30分、40分、50分的位置 都是做了一個凸起的黑度位置 這個凸起的黑度位置做了光深 而凸起的正常的Bassel圈的位置做了啞光 凸起的凸起伏很有型 做了一個單向式的潛水錶圈 做了120kg 而這隻錶就達到100米防水 可以游泳也可以 23寫 Bassel圈有凸起伏 旁邊有九牙坑的打磨 旁邊的感覺比較粗硬 凸起伏也比較粗硬 完全不介手 凸起伏也比較明顯 而且間距也比較粗 這裏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微微向入傾斜 Bassel的齒輪位置 這個九牙圈的位置 微微向入傾斜 Bassel表面很特別 黑色的巨人盾牌 這個黑錶面再加黑色的錶血 做了一個IP離子電道的黑框 做了一個黑框 120kg 夜光方面 時分深加上黑度 都帶有夜光 一起看看夜光 夜光看看舊裝精工午仔 有沒有世界級夜光 夜光都很光亮 很光亮的夜光 錶帶方面做了拉絲不鏽鋼 現身的部分做了光身 你看到錶腳的位置做了拉絲 側邊做了光身 光身這裡也有少少的額位 有一個曲線 做了實心鋼帶 實心鋼帶 這條帶也很紮實 很多時候舊裝午仔都用鋼片帶 這個做了實心鋼帶 你看到拉絲鋼帶 但它是橫的 很紮實 錶帶也很厚 很厚 拿下去也有少少次提 先我介紹一下 天梳的男士 這條錶帶 很厚 錶帶值得讚 4個洞 3個微調位 4個洞 3個微調位 做了Double Lock的錶帶 上面也有SEICO的Logo 先剔開了 入門級當然是做了薄桥 不會做口桥 先看看錶帶 錶帶也做了螺旋式鎖的透視底蓋 這個螺旋式鎖底蓋 你看到不是花了 因為它是膠袋 沒有撕開 寫著7S 36B的機芯 寫著23石 巨人盾牌 寫著10個BAR的防水 不鏽鎖 做了螺旋式鎖的透視底蓋 甲板有拉絲的處理花紋 先看看錶帶 錶帶 錶帶放在4點位置 由於錶帶圈大顆 錶帶好像正面網 在這裡收錶 其實沒有收錶 4點的錶關 其實大錶鏡做4點的錶關比較好 戴上去沒有那麼容易頂售 還有正面網 你看到那顆錶關好像隱藏了 也是這個巨人盾牌的特色位 好 這個BAR數圈夠大隻的感覺 還有夜光 我想給大家看 拉近鏡頭 細節位的處理 例如 在這個盾牌 它做了突起的金屬片 SEIKO的Logo 再加上黑度 都是做了突起的一個 突起的一個效果 所以變得很有質感 也有一個黑色的內影邊框 你看到它 好了 這個錶教一下時間給大家看 提起了 它沒有停秒功能 7S的機心 也是21,600的震頻 這個40小時的動力處理 好了 向上專動 教時間 教到6點多鐘 教那個手錶沒有好 很緊緻 教到半格 踢起半格 向下轉動 教日力 有英文和羅馬字交替 向上專動 教日力 向下轉動 就教升旗 英文和羅馬字交替 是一格格調 教完之後 就按進去一個拉推管 好了 試一下 看看重量 這隻巨人盾牌 手感也不輕 去到應該有170克 試試看給大家看 應該珠仔都收藏了一段時間 整隻錶 總重量去到180克 所以市面上 應該不輕易找到這隻巨人盾牌 看到這裡 如果心動的你 聽到價錢 就盡快找我 好了 先量一下直徑 直徑 為何叫巨人盾牌 看看 43.5mm 那麵圈圈 是3.5mm 厚度方面 是12.5mm 厚度 厚度 是48mm 試一下 帶上珠仔 14.8 先手腕 這隻巨人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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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清楚了 朱仔推介 多少錢 1728 這隻 停產款的 舊裝五仔盾牌 巨人盾牌 還有 IP 真空離子電道的錶圈 這個錶圈的BESOL 做得很漂亮 很有質感 如果你喜歡大錶圈 不妨考慮這隻 舊裝五仔盾牌 我相信今晚就會秒殺 先量度一次 如果這樣橫度 43.8mm 去到BESOL圈的位置 脖子是48mm 所以帶上很貼手 脖子不算很大 喜歡這條影片 心動的你 千萬不要猶疑 1748mm 喜歡的東西盡快找我吧 我們下集見 晚安 拜拜 巨人盾牌 希望你喜歡